听力练习一次 听力练习一次 请先听录音 然后回答问题 近年来 本地开了多家不一般的咖啡座 吸引了不少顾客 一般的咖啡座都碰到一个难题 就是顾客买了一杯咖啡后 会坐很久 由于座位有限 影响其他顾客找不到位子 这些不一般的咖啡座 就没有这个问题 那里是根据时间来收费 顾客想待多久都可以 店家不必急着 把坐了很久的顾客赶走 顾客来到这类的咖啡座后 会先去领一个时钟 记下当时的时间 结账时 再把时钟还给柜台 他们可以随意享用咖啡座提供的各样小吃和咖啡 还可以无限上网 这类不一般的咖啡座 受到许多咖啡爱好者的欢迎 因为他们可以在咖啡座里自在地逗留 如果待得久一些 就多付一点钱 不必看 不必看 是映生的脸色 问题一 一般的咖啡座碰到什么难题 A.顾客不能够随意享用咖啡 B.必须把坐了很久的顾客赶走 C.顾客待在咖啡座的时间太久 D.不知要根据什么来向顾客收费 问题二 不一般的咖啡座根据什么收费 A.逗留的时间 B.网络的使用 C.提供的服务 D.小吃的种类 问题三 以下哪一个不是不一般咖啡座的特点 A.顾客可以自在地逗留 B.顾客能随意享用茶点 C.顾客需要付费才能够上网 D.顾客不用看 是映生的脸色 请再听一次短文 然后检查答案 近年来 本地开了多家不一般的咖啡座 吸引了不少顾客 一般的咖啡座都碰到一个难题 就是顾客买了一杯咖啡后 会坐很久 由于座位有限 影响其他顾客找不到位子 这些不一般的咖啡座就没有这个问题 那里是根据时间来收费 顾客想待多久都可以 店家不必急着把坐了很久的顾客赶走 顾客来到这类的咖啡座后 会先去领一个时钟 记下当时的时间 结账时再把时钟还给柜台 他们可以随意享用咖啡座提供的各样小吃和咖啡 还可以无限上网 这类不一般的咖啡座 受到许多咖啡爱好者的欢迎 因为他们可以在咖啡座里自在地逗留 如果待得久一些 就多付一点钱 不必看 是应生的脸色 请不吝点赞订阅